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同性小组的马慧弟兄 这次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学习这个系列的第一次查经 不过这次因为教会的会员大会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查经预查提供的是录像 录像的一个问题是只能我讲 没有办法大家问问题或者互动 那么我想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会在中间尽量问一些问题 不一定有正确答案 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 然后看看我的想法是否和大家的想法一致 或许你也许有个更好更深的想法呢 我们也可以下次预查的时候来分享 好 现在我们开始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啊 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使命的护召 我们知道当我们踏上一个真诚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willingness和我们自己的心里有多么顺服 这个神的护召是我们能够在以后的旅程当中走得更好的宝藏 我们神啊 求祢的灵在我们中间能够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知道祢的旨意 我们谢谢祢祷告耶稣基督之名 Amen 好 我们今天第一个呢还是请大家思考一下今天听到以后的分享 我们在听完道以后有没有一些认知上的改变 有没有一些态度上的改变 你有没有什么发现跟原来的想法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或者说你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决定去改变你的行为 接受福音的呼召是整个福音使命系列的开始 但是这个开始很不简单 很不容易 我个人觉得整个使命系列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呼召的内容 为什么说呼召是这么重要 大家可以看看郑道堂五年的讲道计划表 郑道堂从2012年开始就在学习我们是不是有使命的教会 讲一个有使命的教会讲了五年 2017年开始讲装备门徒 装备门徒的目的是为了开始福音行动 这样一共就花了十年的时间 那么从今年开始到下一个五年呢 我们即将开始真正的福音行动 一开始我们又讲回到使命的呼召这个起始点 是不是说明了这个话题真的很重要 小组查经预查的意义 上一次萧长老和钱丁牧师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小组的预查和讲道本身还是有一点点不同 讲道是讲给所有人听的 所谓原则上主题是清晰明确 前选易懂 而我们参加小组预查的都是各校组的核心同工 我想许多人都经过教会的事情学的培训 或者对圣经和神学都有比较多的了解 所以呢我尽量在今天的学习中加多一些内容 和提出一些可能的问题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小组的内容将内容加以取舍 这里是小组聚会的常规流程 我想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所以我就不多讲 那我们今天来开始读经 我们来先读经文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个称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说 来跟随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格和他的兄弟约翰 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 耶稣就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舍了网 离开他们父亲 跟随了耶稣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者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尼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 癫痫的 瘫痪的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比加波利 耶路撒冷 犹太 约旦河外来跟从他 在今天开始学习之前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 世经学的一些基本内容 前幕志告诉我们 许多同工已经学过这个查经的步骤 这是一个简单的 世经的一个五个步骤 这些步骤呢 是非常容易理解和学习的 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也在使用这个方法 所以第一步呢 是抓住圣经 抓住经文对圣经当时的意义 第二个呢 就是衡量我们和当时人的区别 第三个呢就是来总结出一个能够任何时候都可以应用的关联和神学原则 得出这个原则以后呢 要回到整本圣经里面 看这个原则是否符合 然后最后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当然原则很简单 但是具体的实际的细节可能是这个样子 包括了历史文化分析 上下文分析 单词分析 文本结构的分析和文法结构的分析等 当然大家也不要被这个这么繁杂的内容吓到了 其实使用的方法还是很固定 有规则可循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用经文来一个一个的来分析 第一部分呢 我们来分析经文的背景 上下文 还有圣经神学的 上次钱穆斯在讲大使民的查经的时候 基本上总结了如何理解马太福音的意义 马太福音的标准就是大使命 耶稣基督的权柄和教导 是整本福音书 术士则构框架的基础 因此如果按照耶稣基督的福音工作来理解马太福音的话 我们可以分成下面几个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十一节以前 都是福音工作的准备 这里面包括了耶稣受圣灵的洗和旷野受试探 然后从第四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四三章 就是开始讲述的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 而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讲述的是耶稣扩张了 他在加利利的传道 就一直包括了北方的撒玛利亚和犹太地 然后到第十六章至二十五章呢 就是讲的耶稣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的传道 二十六章之八章就是耶稣福音工作的高潮 就是他传讲福音的实现 也是他受难和复活的继续 我们通常读经的时候 不能只读这一段淹读的课文 如果你已经对整本书的结构已经有所了解 那么我们现在要知道的就是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所处在这本书的位置和意义 因此我们需要淹读的经文呢 是要从前一部分开始读 而且要延续到后面的经文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做什么 耶稣到加利利的直接原因是 施洗约翰被捕入狱 当时施洗约翰因为指责 当时在统治加利利的分封王西律安提帕 娶了兄弟的妻子 而被关进了监狱 因此耶稣从比利亚 就是这个地图的下面这个红圈圈 这也是约翰被捕的地方 和犹带地的附近 然后他退到了加利利 马太福音的基本点 就是说明耶稣是神一切计划的应验 这当然也是新约全书的神学主题 但是马太福音呢 对此做了最为选注 最为突出的强调 马太注意到 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传道 是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 九章一到二节里面的内容 外邦人的加利利 坐在黑暗里面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在新约时代 犹太人聚集的地 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圣地 而加利利地区呢 是远离耶路撒冷 我们刚才的图上也可以看得到 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居的地区 加利利大部分是山区 居民多是乡下的粗人 有些人呢 甚至以走私和南路抢劫为业 因为是混居的原因 加利利的犹太人 比犹太地的纯种犹太人 更多的吸收了希腊和罗马的文化 他们的说话也有很重的口音 这就是加利利地的犹太人 被犹太的纯种犹太人 瞧不起的原因之一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中 有人甚至还质疑 基督怎么会是加利利人 那个地方怎么能处基督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 但是他早期的事工 最先照亮的不是人们认为的 圣城耶路撒冷 而是外半人混居的加利利地区 耶稣后来的12个门头中 有11个是当地人 这个预示了神的救赎工作的新方向 也是对以赛亚书中间的预言的意念 我们学习的经文是从18节开始 但是其实17节 就是加利利传道部分的总起始句 从那时起 耶稣就传起到来 他的传道内容是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在此之前呢 主耶稣在犹太地已经开始传道 方式是在约旦河旁施洗 这是马太福音中间没有提到的 在约翰福音二到四章中有记载 马太编写此书的时候呢 可能是特意略去 耶稣与施洗约翰同时工作的那一段 而以本节为耶稣正式开工的起点 为什么呢 让我们重新回想一下 约翰来到地上的目的 也记得约翰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必衰微 他必增加 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 他来的目的是为了给耶稣开路 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他就不会来到这个地上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在入监狱之前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以后呢 回去就是一个荣耀的结局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 说一言到约翰为止 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的内容 众先知和律法 是旧约的通称 所以旧约到约翰 施洗约翰为止 他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 他的工作结束 也象征着旧约时代正式终结 新约时代正式开始 因此从那时候起 耶稣开始宣讲 揭开了神的新工作的帷幕 好 刚才我们是讲的前言 现在我们来讲后语 我们淹渡经文的后续部分 是从第五章开始的 第五章一开始 就是登上宝训 是讲的如何做基督徒 如何做一个献身给神 而顺服神的人 所以说马太福音 常常被认为是写给门徒的福音 所以说耶稣在加利利部分的传道 这一大节的部分 可以分成如下几个结构 第四章就是耶稣呼召门徒 第五章到第七章 是耶稣关于做门徒的教训 而第十章 这讲的是耶稣对门徒使命的教训 所以这一部分的主题是 耶稣描述他的门徒 会应该有的特征和使命的记载 对门徒的教导贯穿了全马太福音 所以我们刚才说 马太福音有时候也被称为 门徒的福音 或者是教会的福音 分析完上下文和背景知识以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 阉读的经文的位置 耶稣在加利利传道之前的 这一段叙述 不仅仅是文学上的需要 要给第五到七章 教训人准备好听众 还是因为门徒 是耶稣基督传道工作中 基本组织部份 特别这里记载的这四个渔夫 在福音书的记载中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们和耶稣基督之间 有一些仅仅只有 这四个门徒参加过的特殊经历 比如说第十七章的 登山变相 二十六章的葡萄圆的祷告 等等 这个经文本身的结构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耶稣呼召渔夫 第二部分是耶稣的传道 和人们的反应 好 我们下面开始读 第一部分的内容 上次前摩世讲到的时候 说我们当看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用五个W和一个H 就是原因 物件 地点 时间 人物 还有方法 大家这一段可以分一下 这个 五个W的具体内容 我们看看 他的人物 是什么人物 耶稣和彼得安德列 还有另外两个门徒 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 他的地点在哪里呢 加利利的海边 时间和为什么他们在那里 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了 门徒正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在工作 撒网 耶稣做了什么呢 就是呼召 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一段里面的重点关键字 我把这个重点的字 我都用红字来标出来了 耶稣的呼召中 有两个动词很重要 一个是跟从 一个是我要叫 跟随的意思呢 这个在原文上面 就是物理上的跟随 这个字 特别这个字 在原文当中是命运式的 同时也是要求 对个人自主 和其他的主宰的否定 这一段经文里面 有没有比喻 有 得人如鱼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段经文里面 有没有重复的字呢 这个立刻出现过两次 都是呼召 两组门徒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 都是立刻放下 手头所做的一切 那有没有比较呢 我们看了这里 也有比较 是两组门徒的故事 之间非常相似 也有一点点不同 所以这也是 我们可以分析的地方 那么这一段 的背景之时呢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被呼召做门徒 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 意味着什么 犹太的时代 基督的时代 犹太教的各个派别的老师 都有自己的门徒 甚至 斯基约翰也有他自己的门徒 法利塞人 有他们自己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呢 他称耶稣 很多时候称耶稣为拉比 拉比的意思就是我的老师 拉比是犹太民族的宗教领袖 有一些拉比是会堂的领袖 有一些拉比是教师 或者是当地的带领者 他们的使命 是来教导民众的律法 和来自神的智慧 所以拉比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和宗教地位 门徒一致的意思呢 就是做拉比的执事和仆人 门徒需要伪生服侍拉比的 照顾他的生活 准备食物 还有筹集金钱来供养拉比 在服侍的同时呢 他们会从拉比那里学习 律法和神的话语 以及效法拉比的行为 然后拉比的门徒 最后有可能会被案例 成为新的拉比 可以世代的传承 以色列民族的信仰 和对神的忠诚 因此对古代犹太人来讲呢 若是有人被招作拉比的门徒 就表示他要放弃 自己现在的生活 和拉比一起生活 然后努力吸收拉比的教导 并且带领更多的人成为门徒 这是我们刚才讲解经文的一部分的PPT内容 第一集经文提到 耶稣在海边遇见彼得和安德烈 然后向他们发出呼召 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和安德烈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的时候 彼得和安德烈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有一次遇见耶稣 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 所以安德烈就跟随了耶稣 随后也介绍彼得见了耶稣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他们没有继续跟随 我个人猜想的话 施洗约翰的被捕 可能会对他们有一些影响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其实是彼得和安德烈第二次被耶稣呼召 在路加福音中就更详细的描述了第二次呼召的过程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1到11节的内容 耶稣并不是只是简单的在言语上 做了一个呼召和承诺 而是在彼得面前选了一个神迹 彼得一夜都没有打到鱼 耶稣让他听从他的指示 在水深处下网 结果网到了很多鱼 连网都差点裂开了 而且这些鱼多到需要雅各和约翰 他们弟兄两个的船只来帮忙 然后耶稣发出了呼召 而第三次呼召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1章19节 耶稣复活以后 曾经向门徒 包括彼得选献 但是彼得还是回去重操就业 重新做一个渔夫 这时候耶稣出现在湖边 指示他如何杀我 然后彼得和门徒们又一次打到很多人 神用同样的神迹 再一次提醒彼得 神对他有一个计划 耶稣三次地问他 你爱我吗 你如果要爱我的话 你要不养我的养 最后耶稣再一次呼召他说 你跟从我吧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召唤的方式 我们看看创世纪十二章神志如何召唤亚伯拉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共同的课点 有趣的是大家也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七章 其实亚伯拉罕也经历过两次呼召 一个是创世纪的第十二章 一个是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第一次是在梅索不达米亚 是迦勒底人的地方 亚伯拉罕住在哈兰 第二次呼召以后 亚伯拉罕离开了哈兰 来到了迦南地 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神呼召的方式有没有什么特点 这种特点是特殊性的 还是有个东西的意义 我总结了一些特点 看大家看看有没有跟我讲法是一样的 第一呢 就是跟随神需要我们放弃一些东西 这个我们能够放弃什么东西 或者我们要 神要我们放弃什么东西 是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话 是一个可以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 第二个呢 跟随神需要遵循他的指示 第三个呢 神会给一个未来的目标 但是通常没有告诉你具体的方法和普通 他的要求就是顺服跟随 第四个呢 神可能不止护照一次 那么这更多的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耶稣要多次护照彼得 如果第一次彼得安德烈就永远跟随了耶稣 那耶稣是否就不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护照呢 这个有可能吧 神护照我们 我们有可能比得做得更好一点 就第一次就马上想一护照 我想我们也不太可能马上就能做得到 神了解我们的反应 因此给我们一个慢慢成长的时间 而每一次护照呢 神的计划就会越来越清晰 而能够顺服每一次护照的门徒呢 他是在跟随中不断地认识神 他们的思想是在不断地变化 我们看彼得第一次护照的时候 他称呼耶稣为夫子 他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 第二次护照呢 彼得就已经称呼耶稣为主 他跟随了耶稣三年 然后第三次耶稣护照他的时候 他跟随了神一生 并且将生命完全献上 神并不期待我们一次就会完全的闻身 关键的是我们每一次神召唤的时候 我们都能回应和顺服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很多同学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 成长的道路是非常的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有很多同学他们都是从开始顺服 愿意为神服侍 然后从小组长开始 然后开始在小组服侍 然后慢慢慢慢的 他们觉得他们的人 他们的生命在不断的变化 然后教会就会 就会有可能会让你做直视 成为教会的核心童谱 然后慢慢慢慢的 我们看到很多愿意忠心做直视的弟兄姐妹 我们最后被护照 他们愿意做到全直视 从他们的生命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哪一步的顺服 是最难的一步 虽然有时候我们跟他们 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 实际上第一步的顺服 往往是 往往是第一步 最难的往往是第一步 就是变成小组长的那一步 反而后来慢慢慢慢越来越顺服神 到后来的选择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 反而之后能够愿意尾身全直视 要跟随耶稣离开 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决定 并且耶稣 他没有给给予他造呼唤的人任何物质上的承诺 比如说每个月我要保证你多少薪水和福利 那么让我们思想一下 在我们工作当中 耶稣突然选线 要我们抛下一切跟他走 那我们的反应通常是什么呢 我们很可能会回来 牧师在隔壁 你可以去找他 对现代基督徒来说 提到呼召 大家都会讲到尾身 放弃自己一切 背井离乡去做牧师或者做宣教士 有可能都会 当然当我们如果说你愿意尾身 很多人都认为这件事离自己很远 我们很敬仰能够做出这样决定的人 但是我们通常都是说 那些愿意当牧师的 或者当宣教士的那些弟兄姐妹 他们要去考虑的问题 有耶稣的呼召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马上停止 我们现在的工作 要放弃我们现在的一切 要去做一个传道人和牧师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对呼召有一个误解 神的呼召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和困难 我们看看耶稣对安德烈第一次的呼召 耶稣只是说跟随我 来看看我的工作 曾经有一个牧师分享过一个故事 他有一次去一个地区开会的时候 他遇到了以前和他一起在一个教会的弟兄 这个弟兄因为搬家的原因 就是你看到他原来的教会搬到这个新的地区 因为好久不见啊 他们就很开心啊 互相一起分享自己的生活呀 然后这个弟兄就告诉牧师 说嘿牧师 我们这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植堂的地方 这是一个新的新开闭的一个地区 有一百多个中国家庭因为工作的原因都刚搬过来 他说我已经问过很多人了 大家都非常希望一起学圣经 他说牧师啊 你看啊 你赶快啊 在这里建一个教会吧 牧师对他说 你的建议很好啊 但是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 你看到你这里的需要 你有一个感动 你要去做 去参与 这就是神对你的呼召了 你如果要是愿意顺服这个呼召 你就尽管去做 我们支持你 但是这是神对你的呼召 不是对我的 这个弟兄就很受感触 所以很快就在当地就是组织 就是从查经聚会开始 过了两三年 这里就建立起了一个一百多人的教会 这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就做章了 所以大家在小组分享的时候 可以大家讨论一个引导 我们接受呼召 不是要求我们马上就要抛弃一切 神呼召我们是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 我们自己也有一个 慢慢的一个思想的变化过程 和生命的变化过程 关键的是 每一个神的呼召 我们都要去顺服 神对我们现在的呼召是什么 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是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是耶稣传道的内容和人们的反应 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里面重要的单字 有一个是我用红笔画出来的 就是马太用了很多的全部 所有后来强调耶稣传道的范围和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传道是走遍了所有的 加利地的地方 医治了所有的疾病 甚至最后甚至就是加利地附近 所有的地方都知道他的作为 还有一个三个重要的动词 三个分词 这三个分词动词的时态 它都有持续的意义 一起和平行的修饰 耶稣走遍加利地这个行为 所以他们共同组成了耶稣传道的内容 耶稣传道有三个内容 第一 他在会堂里教导神的话 第二 他传天国的福音 第三个是他医治有疾病的人 虽然这句经文只有几十个字 但是他程序了耶稣的话语行为 事工的地点和对象 非常精辟的描述 他实际上是解释了耶稣救恩工作的全部内容 那么这样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 耶稣在这里做的三个事工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教导和宣传福音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常常以为就是教导就包括了宣传福音 宣传福音里面也需要教导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教导的目的呢 在于解释神的话语如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而宣传福音的 宣讲福音的目的 就是让所有人宣布天国救恩的福音 如果对应着教会的事工的话 大家觉得这两个是对应着教会什么样的事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医治 为什么宣教的过程中伴随着医治神迹 人在医治神迹里面 他的目的是什么 而这个医治人的身体以后产生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福音派的教会呢 常常对这个医治这个东西 有时候是不太敢提的 因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有时候没有看到这样的医治神迹 所以说常常是不太敢提这个话题 但是实际上耶稣基督的事工当中 这三个事工是互相影响的 那么现在这个医治 对我们对现在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事工当中有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天国的福音 是要通过教导和门训来改变和装备门徒 通过关怀和怜悯来医治人的身心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做的是从理性从知识到灵魂到身体的 是一个完备的全人的工作 这三个方面的服事对今天的教会 它依然是一个工作方向上的指导 那么你认为我们教会是否在做 同时在做这三个方面的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三个方面的事情 有没有重点 耶稣传道所做的是全人的拯救 那么我们的教会在传道上有没有什么 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个侧重点 或者说有什么缺陷 如果有缺陷的话 你认为我们缺乏什么 应该如何平衡 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想的话 大家可能需要问会众的就是 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其中任何一个 对 二十五节的时候呢 再次出现另外一个单字 跟随 这个前面在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已经出现过两次 很多很多的人像这四位门徒一样 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了耶稣 他们是行在了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但是他们的跟随和四个门徒的跟随 有一点什么不同呢 我想的话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这些人跟随耶稣基督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一个可以去引导大家思考的就是 这些人和四个门徒比的话 和耶稣基督的亲密程度有没有什么区别 对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可以应用的问题就是 你是如何跟随耶稣的 好的 我们今天基本上查经的内容就是在这里 如果你有一些新的问题 或者说有更深的一些看法的话 你可以联系前牧师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来可以继续补充进去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啊 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在一起学习这一段经文 使命的呼召 我们真的是需要思考 好 耶稣你现在在呼召我了 我现在真的是可能是还做不到我完全放弃手上的一切来跟随你 但是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求你 求你这个我们清楚的子民 能够也给我们一个代理 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教会的时空当中 在我们即将开始的传福音的大使命的时空当中 我们能够在其中有份 你求你在其中不断地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然后当你不断地在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能够越来越顺利 主啊 我们求你 求你 谢谢你今天带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祷告耶稣基督之名 Amen 谢谢大家